今天的主人公是一名住在东京的中国人 他的职业是童声传译 我说中文 他来翻译 他翻译成中文 那我就快快地说不然就没有意义 你看你的速度还不会让开 为什么会拍我住在这里 为什么会成为我住在这里 有的理由盘节目的制片人 本来我是不想做这样的 本来是这个版本作りたくなかった 但是竹内很想说要回中国 然后要最当介绍人的文化的节目 日本文化的版本 关系的版本を作りたい 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として 我帮助你必须要帮他 凄凄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请问你认识李霜多长时间了 我认识李霜多长时间了 同车点 这话也比了 快点 请问你认识李霜多长时间了 我认识李霜多长时间了 他叫李霜 出生于吉林省 现在的他是一名同生传异 但是他的学历竟然只有小学毕业 十八九就想我这辈子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因为我们老家我一个村里的人 出来就是打工 到二十三四岁就嫁人了 嫁人之后回老家就是种地 然后养猪什么的 比较多 正常的这样 我想我不能一辈子这样 所以从服务员到收银员 然后到再 也许是同传的职业病 他非常喜欢说话 你多大 我三十三和八五年的 天哪 我怎么感觉像五十岁的人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说话 但是我今天我觉得 我还有一点没有机会开口 还有一点有点习惯性 有一个日本人他要把我的故事写成书 你想知道一个小学毕业的小姑娘 怎么成为同传的吗 什么类似这种 节目标题已经有了 我们的节目标题已经有了 就是都不用我们后期去想了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李双是一名单亲妈妈 她有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在前妇的家里 而另一个在吉林省的老家 你赶快找一个同你的 我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是不需要男人的 因为我没有时间 其实但是有时候 就是特别有一次 她一岁多的时候 我烧了39度多 烧得我自己下不了床了 然后没人给她做饭 我也特别绝望 我无所谓了 但是她没人给她做饭 她就挨饿嘛 所以一个外国人 在国外做单亲妈妈 很辛苦 但是你们不要强调 单亲妈妈这个事儿 明明是单亲妈妈的呀 有时候你哭一下吧 真假的 你需要吗 真的 你需要吗 真的 等会我给你喝两杯 我们决定在附近的一家料理店吃饭 然后那个店 那个店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就过来了 附近哥辛苦你了 谢谢你 那你听说你的学历是 小学毕业是吧 对 怎么会做到这个 这么水平高 我小学毕业是 十三岁 今天 过了二十年了 哈哈 这段恰了 哈哈 这也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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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吧 我 几步比较低嘛 我一个月赚一百八十人民币 我都吃不起这一个 我吃不起这一个 我吃不起这一个火锅 可能 一个小时候 我有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 然后我就想 我小学毕业 那怎么可能实现这个梦想啊 就是一辈子就 就不可能实现我的梦想 所以到十三岁的时候 就觉得这一辈子都是 很绝望的 出生于东北农村的李霜 由于家里的负债 小学毕业后 只能辍学去外地打工 其实我青春期的时候 对爸妈的感情很复杂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 我好像赚钱的激情 就是我要有能力赚钱回家 还债就有价值 但是 就是我不能赚钱了的情况下 我不能给家里提供价值的东西 我都现在很有意义嘛 就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不好意思 不太喜欢说那个时候的事情 就是 然后有隔阂很长时间 跟我爸妈有隔阂 就是 刚才说了吗 哭一下 真的哭了 我跟你说过 我是专业的呀 专业的演员 专业的 中国上海 这天 因为同城的工作 李霜久违地回到了中国 这次的工作是 翻译在中国很有名的 演说家的演讲会 他跟我说小黑屋 我以为是一个 真的这个 黑颜色的房间 还好 还好里面能看到外面 装上设备之后 就是我 我和我的搭档 会坐在这里 对着Mike讲话 之后有 明天有八位左右 就是日本的那个 学员 他们会听耳 用耳机听 嗯 对 同城工作的前一天 李霜在酒店的房间里 做着最后的复习 为什么 就刚才说的那个 对 看中国人物之间的这种对比性 就把声音形容出来 对 对 就是让你生灵奇迹 然后 哦 生灵奇迹 然后 你说背下了 再一次 差不多了 他是这样 比如说他说这个 我也要跟他说 就是感觉特别的 生灵奇迹的 特别的 特别的感觉到 特别的感觉到 大家 深刻的感觉到 感觉到 对 开始演讲之前 本来不应该通船做的 机器调整 设备分发 他都会主动去做 他们是从日本过来的学员 李双今天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做翻译 因为他大概睡三四个小时 因为他大概睡三四个小时 对 因为他大概觉得到 你也觉得到 他 再一次说 你也觉得到 对 对 对 将中文主卫兵的语序 转换成日语主兵卫的语序 是中日同船的一大难点 依靠着高速运转的大脑 要跟上讲师演讲的速度 在保证速度和准确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把讲师的情感也传达给听众 是李双同船的做法 15分钟后 到了和同伴交替的时间 对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要告诉大家 至少在这四天的时间 在九点 然后隔天抓到九点上 以上 和交替传译不同 同船需要高度集中精神 用想象去理解 在很短的时间内 组织成另外一种语言 并传达出去 所以很难长时间一个人做 一般需要两个人交替完成 即使是在休息 也一直要听着讲师的话 如果出现了专有名词 要赶紧查阅 告诉搭档 同声传译是一项 两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李双18岁的时候 来到了深圳一家日料店打工 在这里 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日语 从小喜欢学习的李双 认为这是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 于是每天都积极与日本客人聊天 让他们教自己日语 同时也与日本客人有了很多的交流 然后我说我要去学日语 我想做翻译的时候 有几个日本人 有人给我买了飞机票 然后有人给我充手机费 他们还有几个日本人 给我主办那个送别会 我不知道这样比较好不好 但是给我感觉中国人是就是 比如说我帮助你 那对我有什么回报 可能给我的感觉是很好 但是日本人是你这么努力 你这么拼我就想帮你一把 我觉得没有他们的帮助 可能就这辈子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有他们的帮助得到了一个 完全的转变 凭借自身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 应该是李双即使只有小学的学历 也能成功逆袭的原因吧 其实我是觉得我来之前 我觉得同传去他的工作就像你说 强度很大 一直在说一直在说 平常尽量安静 尽量不要说 我以为是这样的 对不起 因为我的事情要说好长 我一直说不完 我自己成为老太太的时候 一直那种跟孙子来说 听到奶奶说 跟你说年轻的时候 奶奶什么什么时候 绝对是那种 但是你就回去 对 你就看一下 我就老想 那边的山外面是哪 这边是哪 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栏目 能看到更多 我住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好看 这集的抽奖是这个